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83集 你也配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埋伏 白天在三先方结盟后 白袍公子哥道出自己的计划 密探和地宗道士们认为可以一世 结果还真等来了对方 没预料到的是 于月市山庄里还藏着一个四品术士 五位四品冲出客栈 天机环顾了一圈 我负责西边剩下的方向 他忽然沉默下来 扭头看向街道前方 沉重的脚步声从那边传来 每一步都造成轻微的地震效果 各方人马的视线里 一个少女狂奔而来 高举着 高举着一尊火炮 她借着奔跑的惯性 用力投掷出火炮 呼的一声 钢铁巨兽旋转着扑向众人 隐隐携带着风声 众人下意识的四散开来 抱头熟窜 天机大步迎了上去 过程中扯下披风 手腕一抖 抖出海巢般的契机 以一次次推撞在火炮上 抵消他的冲撞之力 天机探出手 接着火炮 随手丢在路边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你们先走 我来收拾这个 利谷部的女娃子 这女娃子景俊呢 妻子别杀了 留给道义我玩玩 蓝莲道长阴阳怪气地笑道 天机皱了皱眉 有些反感地宗 倒是无处不在的恶意 我对敌从不手软 蓝莲道长痴笑一声 带着门内弟子 朝大街另一侧而去 阿弥陀佛 一个魁梧的和尚拦住了去路 即在同时 两道剑光盾来 李妙真和楚元枕 踩着飞剑 截住剩下的三位四品 果然是早有预谋 倒是小区你们了 废话少说 上次在楚州 算你们跑得快 李妙真脾气暴躁 女子密探天书 眯着眼寒声说道 李妙真 正要找你好好算这笔账 你以为我们只有这点布置 楚元枕微微一笑 同样的话也还给你 小镇里到处都是高手 尤其是客栈 着几天早就被江湖人士霸占 战斗开启的瞬间 客栈里的江湖人士纷纷逃出 而住在远处的江湖人士 以及武林盟其他门派 则纷纷赶来 发生什么事了 容容姑娘推开房间的门 发现长老们早就聚集在院子里 而楼主站在屋脊 遥望客栈方向 客栈那边打起来了 根据气机波动推测 四品级的 肖月奴回过神 俯瞰着院子里的门人 立刻疏散真众百姓 不愿意配合的 就采取暴力手段 是 万花楼弟子和长老们 齐声说道 楼主 产生矛盾的是哪些人 然后 他就看见楼主 肖月奴眼神 一下子变得复杂 许其安杀过来了 什么 众人惊呼 这还真是他的风格 容容一下子扭头 看向了客栈方向 阵子外 三道人影踩着飞剑 低空极虑 他们穿着铜色的道袍 一个胸口绣着红莲 一个胸口透着成莲 一个胸口透着黄莲 其中 红莲和成莲两位道长 头发花白 年岁不小 黄莲则是中年人形象 明显比前两者岁数要小 在南边 南边有气机波动 黄莲感应了片刻 驾驭着飞剑冲在前头 除了道手一直在警惕 楚州时出现过的那位神秘强者 帝宗的所有莲花道士都在小镇 李妙镇等人拦住了客栈里的几位 四品 却拦不住他们 赤城皇三位道长 本来就是压阵的 防备其他意外 如今正好是他们出手的时机 莲花道士们虽然堕入魔道 时常难以控制自己的恶念 但脑子并没有跟着一起坏掉 真是个头脑简单至极的匹夫 杀他一个人 便真的气冲冲的前来自投罗网 成莲道长痴笑一声 恶意张扬的脸上浮现不屑之色 武夫就是武夫 粗笔的让人怜悯 金莲请一个武夫来助阵 是他最大的败笔 各大体系中 只有我道门帝宗的魔道 才是永恒的 赤莲道长淡淡说道 只要能杀死这几个年轻的高手 哪怕只是重创 明日金莲就守不住莲子 如果金莲狗急跳墙毁了莲子 固然让人心疼痛惜 但损失最大的依旧是金莲自己 很快 三位道长看见了交战的双方 那是一个蓄美然的中年剑客 一个带着玄铁拳套 裸露壮硕胸膛的汉子 察觉到三位莲花道士的到来 两人默契的停手 露出友善的笑容 等你们很久了 赤城皇三位道长 脸色齐齐一僵 距离镇子三十里外 平缓的山坡上 同时出现五道身影 囚签略显惊慌的四处打量 看清周围景象后 如是重负的松了口气 说实话 我以为你会把我们传送到越式山庄 那样的话 小爷我就真的危险了 刚才是猝不及防 现在 你别想再带我们传送 我是该说你聪明呢 还是愚蠢 他突然笑了起来 笑得前腐后仰 姿态嚣张 我觉得你很聪明 因为你懂得谄媚讨好我 把自己送上门来找死 徐清安缓缓缓抽出黑金长刀 杀你这条杂鱼 我和杨师兄足够了 李妙真等人都在小镇 把他们传送出山庄没有意义 首先 九色莲花受不得强大的气急波动 莲花虽是至宝 但他的神意又不在防御方面 其次 白袍公子哥的两名护从实力极强 一旦在山庄打起来 肯定会牵连天地会弟子 虽然他们明日不可避免的要投入战斗 最后 杨千焕布置了好几重防御阵法 就像守城一样 敌人若想爬上城墙 就得付出尸山血海的代价 哪有平白把敌军送上城头的道理 杨千焕喝一声 摇头说道 哼 我不会出手 卑贱的蝼蚁并不值得我出手 球签眉毛一扬 竟不可遏制地涌起怒火 他甚至反感着这个白衣树式说话的语气 以及居傲的态度 球签冷笑 如果你是故意惹我发怒 那么你成功了 你也配 不敢用真面目示人 是害怕被我报复 球签盯着对方的后脑勺 对此 杨千焕只是简单地喝了一声 球签面皮抽搐了一下 沉声说道 左右是给我杀了这家伙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